到卢凯彤摄影师老婆于竞平赴港奔丧曾报金马影后牵手情。 32岁香港女歌手卢凯彤坠楼身亡,最伤心的应该是她去年于京区奖上告白已成婚二年的太太于竞平《苹果》记者致电传讯未接未回。 大她12岁的台湾摄影师于竞平,能力在娱乐圈内受肯定,曾拍过电影《百日告别》《女童志片》《花吃了那女孩》等,更以契约于安生入围201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摄影感情经历也令人注目,除了与卢凯彤结婚,还曾与金马影后林佳心传过女女绯闻。 。 于竞平目前人在重庆为曾国祥指导电影《少年的你》开工。 据悉,剧组正安排他赶往香港奔丧。 于竞平电影作品不少包含《吃吃的爱》《自画像》《喜欢你》《酒降风》等,而《花吃了那女孩》2008年上映时,她还曾为女演员拍摄性感召并办摄影展。 林佳心既尽上半身全落入镜,竟用头发遮住二点,她也被拍到与于竞平牵手散布,但林佳心成为人妻人母,于竞平则与卢凯彤结为连理。 如今卢凯彤过世,《苹果》记者致电给于竞平电话转语音,讯息已读未回,状况令人担心。 曾与于于竞平合作,《自画像》《花吃了那女孩》等电影的导演陈红仪对于卢凯彤坠楼也感到相当难过,至于于竞平状况等细节她不愿多说,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希望所有关心她的朋友一切都好。